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06年启动军港牵迷的工作 在今年的7月21号 港牧公司把新的渭海游区第一期的工程 给交给军方 军方并积极的在8月份完成搬迁 这也就是一个阶段性任务的一个完成 同时也代表军港西迁的政策不是口号 而是已经逐渐的在落实当中 对于军港西迁后未来东岸港区和市区 将有更多可以发展的腹地 立委蔡世映和基隆市长林又昌 为基隆未来二三十年的建设发展奠定基础 同感欣慰 也非常感谢总统蔡英文 以及历任行政院长和交通部长的大力支持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重要的重点会继续推动 第一个就是在港区内的东市动物码头 刚才总经理提到的 未来会作为客游轮补给的基地 以及相关的工作 那这样的规划有在于下一次 我们游轮的整个的发展 在座重新的来检讨 走东市的管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场域 这个场域我所了解的未来 也会交给国产署跟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在做后续的联合开发 那大家都说基隆市在这个地方 都没有商业的区域 基隆市的商业区域很少 我们期待未来在这个地方 能够转型作为一个商业的用途 让基隆市多了一个商业空间 那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 让基隆市的城市竞争力 整体的活动更加的乐落 我最近遇到几个行商的好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觉得在这边盖outlet还蛮不错 为什么 搭配邮轮母港的政策 outlet会吸引很多人 这只是一个参考 过去大家常常讲 要振兴基隆的经济 要促进就业 嘴巴都会讲 但最困难的是什么 其实是我们基隆市没有投资的土地 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发展了很早的城市 所以在我上任之初 几乎找不到一块基地 是可以让企业家来投资的 所以投资者为什么会却步 就是他找不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没有土地 经过这八年的时间 四港再生 其实我们把整个都市的条件 还有包括都市的城市的内部的一个土地 我们把它重新做了都市的一个规划 我们把它重新定义 重新赋予新的机能 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能够让基隆市振兴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 也可以很骄傲的跟基隆市民 跟所有我们在座的贵宾报告 其实我们已经为基隆市的城市发展 安下了一颗 可以可长可久一二十年 经济就业产业发展的引擎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块131建柜的基地 就在对面的C456号马埔的基地 我相信透过基隆市跟我们港公司 在积极的一个努力跟合作之下 整个市港的一个繁荣 我想是精彩可起 市长林又昌也特地和立委蔡适应 基隆港务分公司总经理高传凯 以及基隆市议员张浩瀚等人 一起在即将拆除的海军131舰队力排前面合影留念 留下为基隆共同打拼进步发展的时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市议员及里长候选人后次抽签顺利完成 市长的部分 五位候选人中五党籍的曾国民未出席 由市选委会主委林永发代抽 至于在市议员的部分 八个选区有56位参选者投入选战 另外为了要分散投票人潮 加快开票作业 基隆市这一次共有281个投开票所 比上一次增加了6个 在基隆市选委会主委林永发主时下 第十九届基隆市长号次抽签顺利完成 候选人抽完号码纷纷喊出吉祥话 为自己加油打气 三号三号 给两小号 三号三号 拜托拜托 蔡思议 动算 五个厉害 何细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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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龙心气象 头二来开唱 一龙心气象 头二来开唱 其中市长部分 五位候选人中 五党籍的曾国民没有出席 由主委代抽 市议员方面 包含平地原住民在内共8个选区 有56位候选人完成号次抽签 预计11月15号正式公告候选人名单 今天是我们第19届市长跟20届市议员的抽签 那抽签 第一轮的市长抽签已经结束 那一切顺利 由五位候选人来参加 那其中有一位没有参加抽签 那市长的候选人的公告 我们会在11月15号公告 那活动的期间是11月16到11月25号 26号为投票日 就禁止活动 那这一天的抽签一切顺利 第二场的是市议员的一个抽签的仪式 那相关总共我们八个区 有56位的市议员参选人 那其中有三位是平地原住民的候选人 至于投开票所部分 这一次金融市工规划有281个投开票所 比上一届多六处 我们总共投开票所有281个投开票所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将近4600位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的选举 大家整体的合作 希望能够有一个圆满顺利的选举 选举人数部分 根据市选委会方面初步统计 这一届市长选举人数为30万9672人 区域市议员选举人数30万3389人 平地原住民选举人数6012人 里长选举人数则为30万8736人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再看号次抽签 台湾民众党首次在基隆推出 五位市议员参选人 立委邱成远 秘书长谢立功 亲自陪同候选人号次抽签 立委邱成远说 五位候选人都是素人政治 没有包袱 只有拼劲 呼吁厌恶蓝绿两党的选民 可以支持第三势力 民众委群 基隆安乐 民众党 五位市议员候选人一致排开 在立委邱成远 秘书长谢立功 陪同夏完成号次抽签 我想其实基隆的市民 非常期待新的政治力量的 一个崛起跟投入 我想其实 不管是任何愿意参与 公共事务的新的力量 其实对一个地方的发展 它都是正面的影响 那基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传统的蓝绿结构之下 其实慢慢中间选民 已经扩张出来了 2020年我们在基隆的 台湾民动场的支持度 是1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全国台湾民众 打出什么肯定支持度 已经稳定的来到15% 到这个17%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年的经营 在我们秘书长主席 还有我的这个代理之下 其实是有效率的一个稳定成长 第二个就是说 传统的蓝绿结构下 大家其实已经厌恶 这样意识形态的对决 所以中间选民不愿意表态的 也有大概三成左右的这个市民 其实这个已经是 创下历年的新高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是民众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整个投票率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因为台湾民众党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基隆 我们的通勤组 还有我们在外地 这个工作的好朋友 年轻的朋友 可以C126回家来投票 民众党首次参与基隆选举 一口气提名五位市议员候选人 面对北台湾选情 秘书长谢立功很有信心 我相信台湾民众党的成立 是给所有厌恶蓝绿恶斗 而且不得不投票 含泪投票的朋友们 一个新的选择 基隆也是如此 我们五位优秀年轻的候选人 希望大家基隆相亲 我们来相挺 但是在其他的县市 我们也是如此 我看到我们每一个县市 我们这次一共提名将近150位 包括县市议员代表 当然还有县市长 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仔细的思考一下 难道我们一定只有蓝获得绿 候选人完成了号次抽签 最后一个月进入备战状态 要争取选民的认同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陪陪许多人 童年时光的知名漫画 乌龙派出所再次来到基隆 超搞笑的两金刊集 带着中穿皈衣 及类子等大家熟悉的角色 进驻由旧正兵派出所 改建的正兵游客中心 扫描A2更能听到阿俩 原因重现 介绍基隆特色 在阿俩经典的台词声中 模仿两金刊集的Cosher 穿着木鸡 牵着脚踏车 冲进现场 象征乌龙派出所 出国到基隆出任务 继七读铁道公园后 连载40年日本知名漫画 乌龙派出所再次在基隆展出 特别是这一次展出的地点 正式由旧正兵派出所 改建而成的正兵游客中心 非常有意思 两金出差 第一次出国就是到台湾到基隆 那我们这一次把它移展到这个正兵派出所 等于是把乌龙派出所移到正兵派出所 跟回忆 来正兵打乌龙 赞 随后金融市长林游昌 金融市政府官方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 与两金刊集 白鸟栗子 及马里爱这三名人气Cosher一起开箱 除了在户外广场林立的乌龙派出所 人气角色外 一楼重现归有公园派出所办公场景 以及扭蛋大头贴等周边纪念品 二楼则有各式乌龙派出所经典场景 以及以乌龙画风重新绘制的正兵游港周边景点 用手机扫描QR Code 更可以在AR中听到阿良原音重现 非常好玩 我觉得这样如果有因为喜欢乌龙派出所的游客来的话 可以更了解基隆在地的东西这样 很好玩 那我们也邀请到这个声優 来帮我们录制在地的这个风景的这样一个介绍 所以我想这次的展览是结合了乌龙派出所的特色 跟在地正兵的这样的一个郎带 观光的郎带来做一个展览做一个特展 很开心的看玩笑 从头笑到尾 是 角落则归画有休息区提供乌龙派出所漫画 让民众重新体验翻阅漫画术的乐趣 还有基隆限定版祈福会码 邀请游客写上祈福话语让愿望实现 就是说到了乌龙派出所就不会搞乌龙 熟悉的动漫场景及主角群们 让抢先参观的学生们相当开心 而每个人喜爱的乌龙派出所人物都不一样 阿良为什么 我觉得他很搞笑 谁 中川 因为他很有钱 都蛮喜欢的 中川 最帅 因为他很帅 哈哈哈 我也是 中川 因为他很有钱又很帅 就是利用比较大家很熟悉的卡通 然后让大家多看看基隆的不同景色蛮好的这样 阿良因为阿良很正向 对而且他陪伴了我们家两代人的成长 就爸爸看爸爸看完换儿子看 除了精彩的漫画展区活动期间 主办单位更推出结合郑兵人气店家的郑兵限定几张地图和解谜护照 民众完成指定条件即可换取限量纪念品 而在10月22及10月23号两天 主办单位还将在户外广场举办朝向事迹 我想借由这个特展我们希望带动在地的观光的商机 所以我们也有跟这个店家来做一个合作 有一个观光护照 那只要你在我们的店家消费挤满了六个章 就可以到我们的正兵游客中心 也就是旧的正兵派出所来换取跟正兵有关的精美的礼物 互动派出所正兵特展将持续到今年底 欢迎全国的粉丝们一起到正兵渔港 来一趟欢乐搞笑的动漫小旅行 来盛丁港舞蹈 成功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导 此云寺要是否定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要是否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木科解王的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要是否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一次要是否店参拜 感受发喜 辛苦了 李总要租的五台车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声音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 医化及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缴税哦 多元缴纳管道正便利 111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 既会缴纳看安心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新住民人口数已经超越了原住民 成为金融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 金融市政府民政处特地在国门广场举办2022新住民 异国风情饷宴活动 现场文化汇聚的异国美食和武艺 气氛热烈 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伟 蔡适应 以及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王于森 一起品尝新住民朋友 亲手制作的家乡美食小吃 赞不绝口 新住民朋友们也主动邀请市长 立伟和处长一起拍照留念 基隆市新住民人口数已经超越原住民 同样成为基隆市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 很多人问市长说 什么叫做基隆人 其实只要是认同这块土地 认同这个城市 一起热爱这个城市 我想就是基隆人 所以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台湾媳妇跟基隆媳妇 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这已经是我们第五年举办这样的活动了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这五年来的一个参与 那今天我们是特别在刚完成 今年刚完成的国门广场 来举办今年新住民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好 新住民现在整个在基隆市 已经大概有一万多人 其实也超越我们原住民了 所以代表新住民朋友在我们基隆市 已经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特别是在市政府这几年 在新住民政策 不管是就业也好 家庭照顾也好 教育也好 其实我们都非常用心 那未来当然我们也跟很多新住民朋友讲 希望在我们新住民委员会里面 能够多增设我们新住民的事务 那新住民不管先来后到新住民的事务 跟原住民的事务其实一样重视 就我刚才跟市长在聊的时候 特别也提到我们未来有机会 我们应该来办一个新住民的艺文华会 而这个艺文华会就选在我们新落成 新修缮完成的我们的文化中心的演艺厅 让我们所有的新住民好朋友 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艺文华会 把他们过去家乡非常引以自豪 我们的相关的艺文活动 让更多的基隆市民一起来共享 我之前有提到的 我们未来基隆市政府的市政服务的电话 未来我们应该要开设多余的市政服务电话 而这个多余的人才从哪里来 就是从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大家来协助基隆市 来做这样的一个桥梁 有更多的新住民或者外地的观光客 来到基隆的时候 也许他们对于中文不是很清楚 也许英文也没有很好 可是他泰文可能讲得不错 他的印尼文可能讲得不错 他的马来文可能讲得不错 这时候透过我们已经住在这里的 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来帮忙协助他们 让他们认为基隆就会是一个友善的城市 基隆市政府民政处特地在国门广场举办 2022新住民异国风情饗宴活动 特别请来著名的新住民艺人 吴凤担任主持人 现场虽然风雨不断 并没有交习异国美食和武艺 文化汇聚的热闹气氛 为了展现家乡美食糕点小吃 有的新住民朋友凌晨就起床 制作糕点小吃美食 希望展现也属于家乡文化最好的一面 9天5点就到天亮没睡觉 他弄话非常好 而且你弄好你还等他冷啊 市长林又昌立委蔡适应 和市政府民政处长王于森 也一起到各个摊位 和新住民朋友打招呼 吃美食小吃 和饮留念 更来个团体大合照 大家都是基隆人 基隆的一份子 一起为基隆这个城市的进步繁荣 继续打拼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故事工厂 第十七回合作品 《疗愈剧场四姐妹》 由金钟甲影后王军 指导张敦志的剧本 演员郑龙很坚强 11月19号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演艺厅登场 演员丁宁 蔡燦德 范瑞君 纷纷表示 对基隆有独特的情感 就是进台乱翻的嘛 我要进来了哦 故事工厂 《四姐妹》舞台剧 描述鲜手团聚的四姐妹 在母亲忌日相约团聚 多年来的嫉妒 羡慕 憎恨等情绪爆发 才发现各自怀有 无数的心酸与秘密 请问廖小姐在吗 我们都是廖小姐 11月19号 即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演艺厅登场 演员阵容坚强 他们在演的时候 我也都会仔细观察他们 怎么可以情绪这么的饱满 怎么可以眼泪缩掉就掉 他可以不支持我的选择 没有关系啊 你现在决定不要告诉我是不是 那你就永远不要告诉我 我妈她真的超级自私 剧中主角对于基隆 都有美好的回忆 饰演二姐的丁宁表示 对基隆这城市有独特的情感 蔡灿德对基隆女中的印象深刻 而从基隆女中毕业的范瑞君 舞台处女秀就在基隆 我觉得我有好多行为 还有想法 好像我妈 还有那些阿姨们 但如果这样的话 我到底是谁 有阻力的人生才有前进的动力 他们是在给你阻力让你前进耶 在金钟奖影后王娟的指导下 演员精证地演出四姐妹的内心世界 最后带大家回到家 感受那一份无可取代的温暖与爱 对不起 谢谢你 尊重我所有的决定 我们不是别人 我们是一家人 谢谢你们 让我有家的感觉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大五轮溪发生了一起小货车 衰弱溪床的意外 一间汽车保养厂 有辆停在外面的小货车 突然穿越树丛坠溪 四脚朝天 喇叭声响不停 幸好没有人在车里 至于坠溪的原因 还带警方调查理清 蓝色小货车四脚朝天 躺在溪床上 民众见状 通知救护车 前来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就怕车内有人受困 大概不晓得 因为这个有构成 这个你手刹车 这是排长不小心 你有没有人啊 新现场确认 那为车场 手刹车未拉 那现场是 车上是没有人的状况 所以是虚惊一场 幸好车上没有人 虚惊一场 但好端端的 车辆怎么会衰落在膝床上 怀事上方的汽车管廊场 停放中的车辆没有拉手刹车 小货车冲下边坡 直接衰落在河床上 应该是我们 我也不知道是听人家通知啊 可是听到这种声音 那然后 看到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对 不晓得因为刚刚是 业务开过来 后来就划下去 就划下去 业务也等一下也才会过来啊 再三强调 车辆是业务开来的 但意外怎么发生 保养厂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警方调查 这辆新车 隔天才要交车 业务先开来保养厂 安装配备 至于真正意外原因 仍有在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谢谢 你的设计 我觉得很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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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哼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 不能这样 大家欢迎中佳宽评吧 中佳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雙料网速第一 全家彪网 唱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怎么叫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唱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 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